黑煙直竄 水柱狂衝 消防人員衝進花蓮市 這棟做回收的屋子 搶時間撲滅火勢 地震以後後面的那個燒起來 不是我們 我們沒有 是後面的 不知道就蹦蹦 生怕祝榮波急 富人神色慌張 因為20號上午9點05分 發生規模6點0 有感地震 遭殃的不止這一戶 摔得那麼多東西下來 對啊 平灌東倒西歪 砸了滿地 店家無奈收拾善後 鏡頭轉到知名景點裡魚潭 即時影像中 鏡頭劇烈搖晃 從居民到遊客 都被嚇得不輕 很可怕 很可怕 震動很大 震動很大 船會叮叮釀釀釀的 10秒鐘吧 滿搖晃的 20號上午9點05 花蓮光復鄉 發生規模6點0 深度6點8公里 潛層地震 最大震度5弱 相當有感 更連續發生多起魚震 包括9點39分 花蓮鳳林 地牛翻身 規模5點0 相當有感 截至下午4點 累計超過10起魚震 不排除 兩天內還會發生 規模超過5的魚震 那規模超過4的魚震 我們不排除 在一週內都還會有 規模3以上的魚震 可能也會到 有可能會到達一個月 地震中心坦言 今年規模6以上地震 的確比往年來的更頻繁 到目前已經累計6起 不過談開數據921大地震 1999年規模6點0以上 共有13個地震 以歷史紀錄來說 已久居冠 以花蓮房屋結構來看 就算發生規模6左右的地震 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災情 進行吳慧山才會如參謀道